首先一日的兴趣 在我分享之前 我是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的这个人 由于学习压力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导致在睡眠上 出现的问题非常的多 有些人呢 他就睡不着 睡眠很困难 有些人呢 他整夜的失眠 晚上一到晚一天 晚上都睡不着 失眠 还有些人呢 虽然睡了 但是不能够深度的睡眠 动物就这样 就醒过来 甚至还有些人呢 所以睡眠的过程当中呢 会经常的做噩梦 经常的做噩梦 那么简而言之啊 就是当今的时代 很多人的睡眠呢 需要被祝福被治愈 当然从心理学 角度上来讲啊 睡眠的问题呢 出现的问题啊 很多的时候呢 都是因为心理方面上 出现的问题 这个晚上睡眠 睡不着 以及 做噩梦不在 噩梦很多的原因呢 这个是神的儿语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今天晚上 我会聚焦在这个方面上啊 所以今天晚上 这个信息呢 会帮助 帮助你 晚上的睡眠改善 帮助你 晚上有好的睡眠 会帮助你 会祝福你 在睡眠方面上 被恢复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地方的经文啊 在传道书的 第五章第三节 我们现在打开 传道书 传道书 第五章第三节 第五章第三节 这里说 事物多 就令人作梦 言语多 就显出 愚昧 所以看到没有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 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 你看到他说 事物多 就令人作梦 言语多 就显出愚昧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看到 失眠的原因 就是因为 太多的事情 太多的担心 太多的忧虑 想的太多了 想的太多了 说的太多了 做的太多了 关键是想太多的人啊 一般来说呢 都不是往好的方面上想 他想的 他想的都是怎样 他说不好的方面上 负面的方面 所以往往他们 想着这个事情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不好的事情会怎样 万一 做梦 做梦 传道着说 事物多 就令人作梦 言语多 就显出愚昧 所以言多必失啊 话太多 说的太多 是不是啊 说的负面的话 也太多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晚上的睡眠 做噩梦 睡不到 所以看到没有 所以如果你记住啊 如果你晚上睡眠 睡不好 失眠 做噩梦 你要晓得 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问题不是你吃 吃的问题 问题是你想的问题 你想的太多 负面的事 所以很多人 他们非常的忧虑 很担心 活在各种忧虑 担心当中的人 比如说他 为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他心里很有压力 很有负担 然后晚上就这样 想来想去睡不着 翻来出去睡不着 就担心第二天的事情 做不好 特别是比如说 遇到讨试啊 对不对 遇到面试啊 遇到一些工作的机会啊 遇到一些谈判啊 一些事情啊 对不对 一些选择的事情的时候啊 他又怎样 他就忧虑 担心睡不好 所以这个担心呢 和忧虑的 导致晚上睡不着 那么当睡不着 睡眠 这样 第二天就会更加的影响 他的工作状态 甚至是有人时间长了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一年下 长期间 他也吃了药 所以需要什么 需要吃安眠药 才能睡觉 需要安眠药 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睡 那么弟兄姐妹 这些情况 那今天晚上 如果你 或者你身边的人 他有这些情况的人 我要奉耶稣的名 对你说 今天晚上 你要得到释放 今天晚上 你要得到祝福 今天晚上开始 你要得到治愈 你的睡眠 要开始被恢复 阿们 所以上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 弟兄姐妹 包括我们所遇到的 所熟视的 这些群体当中 确实是这样 很多人睡眠 做噩梦 靠安眠药 睡觉 都是因为想的太多 忧虑的太多 接受了太多的 负面的思想应验 你甚至接受了 仇敌的攻击 和下制 定罪和控告 那么今天晚上 我要跟你说 好不好 我要跟你说 一切要翻转 就是先要找到你的问题所在 找到问题所在 然后 然后拥有神的道 神的话语 来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晚上 要给你开几季 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 成为你的 安眠药 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记住啊 今天晚上 也是给你开药的 今天晚上 这个药 是 治愈 失眠 治愈 噩梦 治愈 睡眠问题的 今天晚上 这个话语的药啊 记住 是神的话语 阿们 好不好 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语呢 要成为你的 安眠药 要祝福你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啊 真言书十章二十二经 我们看真言书十章二十二经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 你忧虑的问题啊 把你所有的忧虑 所有的担心 所有的拒怕 所有仇利的定罪控告 都解决点 好不好 用什么解决 用神的刀来解决 用神的话语来解决 用神的祝福 神对你的爱来解决 阿们 好 真言书的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所以记住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的忧虑 它原文是伤害 痛苦 伤害和痛苦的意思 也就是说 人的思想 是一种 往负面上想到 其实它是一种伤害 一种痛苦 怀疑 担心 忧虑 惧怕 负面的理想 它是一种痛苦 是一种伤害 那 痛苦和伤害 就如同什么样 思想上的痛苦和伤害 其实就像毒药一样 这些都是来自 错误的信息 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意念 让人忧虑的 都是来自 错误的信息 错误的意念 错误的交道 魔鬼的谎言 所以这些让人忧虑的 就是让你受伤害的 让你痛苦的 它不是从神来的 它是从魔鬼来的 所以这个忧虑的思想 它就如种毒药一样 伤害的是人的思想 接着就会伤害人的身体 所以人们当 睡眠 睡眠上出现问题之后 其实它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样 就是忧虑 出现问题以后 接着它睡眠 出现问题 接着身体的 健康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 依和华所赐的福 也就是说 从神来的祝福 这个从神来的祝福 它是怎样 这个赐的福啊 福原本就是祝福 就是兴旺 就是礼物 就是和平 所以从神来的赐福呢 是使人这样 使人富足的 当然这个富足 并不是单单值 物质前面上有钱 有多少钱 多少存款 不是这个意思 物质上的这个富足 并不是真正的富足 有很多物质上 很富足的人 他晚上睡觉不睡 很多人物质上富足的人 他心里面都是空虚的 迷茫的 心里面都是怎样 觉得活在人生没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所定义的 富足和新圣 不是指积蓄 多少财物的财面 不是指你是百万富豪 一万富豪 才是富足 圣经上所定义的 富足和新圣 是我们是不缺乏供应的 你是有供应的 各个方面上 神都会给你预备的 阿们 所以这里的富足 重点是内心的平安 内心的丰富 内心的平安 内心的丰富 所以第一个人 看到内心平安的 内心丰富的 才是真正的平安和丰富 接着也会彰显在 他的生活当中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哪里 从这里你要看到 我们的安全感 是建立在神那里 晚上能有好的睡眠 那也是神的次数 当晚上不好的睡眠 忧虑 那是怎么回来的 嚼扰啊 能分得清楚吗 所以现在一下子 要分清楚 包括晚上 我有好的睡眠 都是神的次数 那晚上忧虑 睡不倒 失眠 那谁干的 那是仇敌的 嚼扰 那是仇敌的 嚼扰 仇敌想要 让我们忧虑 让我们担心 让我们惧怕 想要用这些 使我们痛苦 使我们受伤害 使我们晚上睡不着 接下来 接下来他想要怎样 接下来就想要偷窃 杀害 毁坏 这是仇敌的轨迹啊 晚上的睡眠 飞不倒 其实是仇敌的攻击啊 如何得释放 听着神的话语 啊 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语 它是你真正得医治 得释放 得治愈 得恢复 是你晚上睡眠 得治愈的 唯一的安眠药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真言书十二章 十二章二十五节 好我们来看 真言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啊 人心忧虑 虚而不深 一句两眼 使心还乐 看到没有 当人的心忧虑的时候 就是他痛苦啊 焦虑啊的时候 人心忧虑 虚而不深啊 所以他心里面是怎样 是被压制的 心里面是被挟制的 当他忧虑的时候 他的内心 他的理是被挟制的 他没办法扯得压 他没办法开心喜乐呀 他是被压制的 他是消沉的状态 一句两眼 使心还乐 两眼是什么 两眼就是好的话语 两眼就是好的信息呀 好东西 好信息呀 让人喜乐的 让人开心的 让人卓越的 让人蒙福的 让人有价值的 让人欢喜的 让人怎样 让人 往好的方面上得胜的 成功的 让人信服的 让人繁荣的 这叫两眼 言就是话语啊 就是话语啊 良就是好的 所以什么是两眼 两眼就是从神那里来的话语啊 从耶稣基督的救恩那里 而来的话语啊 只有基督救恩的话语 慈爱的话语 恩典真理的话语 才真正的是两眼啊 而这个两眼呢 会使人的心欢乐的 阿们 欢乐就是让你欢喜快乐 让你被提升 让你活着他的荣耀的 看到没有 所以人的心忧虑 去而不成 如何使人的 他需要听 真理的道 需要听 良言的道 需要听 使他的心欢乐的道 阿们 所以晚上睡一年睡不着 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 忧虑的太多 但是如果你开始看到没有 从现在开始 你要看到的是 怎样得知欲 怎样得知欲 就是要听 两眼啊 哪怕是一句两眼都可以啊 当然不是说 就光听一句就算了 你听到 听到神的话语 听 晚上睡眠之前 诶 听着 听着 很多的人在晚上睡觉之前 想啊想 想啊想 是不是 讲很多忧虑的 操心第二天的事 操心以后的事 操心孩子的事 想的那一度 睡不着了 十年了 很多人在晚上睡一年之前 诶 看手机 耍朋友圈 耍微信 是不是 耍抖音 耍着各种的视频 看着各种各样的视频 诶 到最后睡了 甚至晚上怎样 睡眠之前 看电视 看新闻 看电视剧 看这些 这些不好的东西 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交通 很有意思 他说这些电视剧 这些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让人怎样 让人沉迷在其中 最终被他挟制的 看到没有 他其实背后是一个体系 让人怎样 让人就这样一晃一天过去了 一晃一天过去了 时间精力都浪费在其中了 不会思考人生的 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而当的人怎样 当的人这样 一直下去的话 最终他会怎样 你会发现 当他睡眠之前 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又是刷微信 刷手机 刷手机 刷那个 在视频 各种各样的 看电视 看新闻 想这些负面忧虑的事 你说他能睡得好 当然睡不好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忧虑 为什么睡眠 睡不着 那么如何改变 经常 一句良言持心欢乐 所以你需要的是 从此以后 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以前看电视的 现在不看电视的 看圣经 是不是 以前想那些 忧虑负面的事情 现在不想 想神的话 想神爱你 神祝福你 以前听着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负面信息的 听着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世俗音乐的 甚至抖音微信的 也不好 现在开始听真理的道 以前听那些 比喻律法的 定罪的 让你惧法的 让你担心的 让你这样 让你活在那种 瑕疵里面的道 现在别听了 听良言的道 真理的道 新造人的道 生命的道 使你喜乐的道 平安的道 阿们 看到没有 所以一句良言持心欢乐 关键在良言 关键在良言 所以当你听到的是良言 你就会被祝福 你的心就会喜乐 当你的心喜乐 欢乐了 你就会怎样 你一晚上的睡眠 你的心太喜乐了 放松了 你的身体也就放松下缘了 接下来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拥有 美好的睡眠 阿们 阿们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良言 良言的重要性 对抗的是忧虑 良言是简洁 忧虑的唯一方案 那么忧虑 还是良言 对弟兄姐妹 对神儿女言说 今天你听着 就是一个选择 你不要认为 我就是忧虑的 我就是想了 想了那么多 我就是这样 不不不 这是你的选择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你里面做一个决定 我不再忧虑 我不再想一个负面的事 我不再接受 仇虑的定罪通告 因为我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 他就是怎样 就是新造月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还想到 你干什么 忧虑不属于新造月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 所以耶稣也说 不要忧虑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这里告诉我们的什么 告诉我们 不要忧虑 所以你不要忧虑 不要感情 是不是 吃什么 喝什么 看什么 不要忧虑这些 如果你要认识到 它的本质 对不对 我们活着的是生命 生命的饮食更重要 身体的饮食更重要 那这背后的运作 是什么呢 第六节目 这背后的运作 其实就是神 祂对我们的爱 神 祂对我们的祝福 神对我们的保护 二十六节目 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 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 会重点多吗 是不是 我们看到这大自然 多么的美好 这些鸟儿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但是天赋也怎样 尚且养活它 从这里你要看得的是 背后的运作 天赋会有余味的 当然不代表 这个我们就 就什么都不做 不是 我们应该做 我们当做的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忧虑 这里强调的是 不忧虑 所以飞鸟 它虽然也不重 也不收 但是它每天 都很早起来了 对不对 每天都怎样 很早 天没亮就起来了 也是很勤劳的 还没 这只是讲他们不忧虑 没有讲他们天天 睡在床上 啥也不干 有几位 他们很早就起来 比人还勤快的 是不是 天没亮就起来了 然后就怎样 就出去 叽叽喳喳的 你看 叽叽喳喳的半天 然后好了以后 就出去了 鸟爸爸 带着鸟妈妈 带着鸟宝宝 四等 飞着动的 训练的 每天飞不动 鸟爸爸 鸟妈妈 出去找虫子吃 找粮食吃 回来干啥 回来喂养鸟宝宝 是不是 他们也喂养 他们也生养很多 是不是 所以他们也会出去 他们要行动 要去找吃的 很早就起来 他们也生养鸟宝宝 也喂养鸟宝宝 也出去找吃的 也大屋 也住巢 所以看到没有 他们不是懒惰的 他们是很勤快的 那么天父 尚且养活他 说明一件事 天父创造的 大自然 这些资源的 供应 所以鸟都会供应 都会养活 那么我们呢 你要相信它 是有供应的 阿们 是不是 所以这个讲的是怎样 讲的是不忧虑的 接下来 就是说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 是瘦数 多加一克 这个思虑 忧虑 不仅不能是 你长寿啊 多加一克 反而让你怎样 没办法长寿啊 连科学家 人家 都已经发明 研究 发现 知道一件事 人类 你长寿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 喜乐啊 就是开心啊 好心态啊 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啊 食物啊 健康啊 这些其他的运动啊 这些外在的运动啊 是不是 这些也重要 但是 根本原因 就是 内心的喜乐 内心的喜乐 才是人 长寿的最根本原因 内心喜乐 内心开心 内心开朗 内心有信心 有爱心 有勇气 有力量 内心的状态 决定了一切 它是根本原因 而我们的内心 如何能够开心喜乐呢 如何能够强大呢 平安呢 不忧虑呢 这就是与我们 接受的信息 信息 接下来 每一天 我们是不是 接受的是良言 是不是 接受的是真理的道 正确的交道 如果是良言 是真理的道 是正确的交道 它会让你心里面 有喜乐 有平安的 如果你听得 听得很清楚 你心里很忧虑 很担心 很惧怕 很怀疑 很怀疑 听着 那个道就不是 从神来的 好不好 就是这么清楚啊 以你的内心为标准 来听来的 所以神的道 会使你心中 有平安有喜 会使你心中 有满足啊 当然你听一些笑话呀 甚至看一些抖音 刷那些 人家拍到那些弹子 可能你会开心一下 但是那种开心 是很肤浅的 不能让你满足啊 你开心一下 后面还会怎样 还是会觉得空虚的 是不是 你时间浪费在那里 啊 半天看到是 现在叉笑 但是你里面 还是空虚的 因为它没有营养 它没有力量 但是神的话语 使你里面有营养 使你得到慰养 得到满足 得到供应 使你里面得到的喜乐 得到的平安 是有力量的 是有满足的 但是完全不一样 阿们 所以耶稣教导 其实就是教导 那我们要怎样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的白鹤花 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 也不防天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谓门 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来 是不是 也就是说明一件事 你要信靠神 要信靠天主 就算是我们做什么 我们想什么 我们说什么 我们做什么 我们工作 我们上班 我们做生意 开公司 开房 开店等等 如果你是信靠神的话 和一个不信靠神的话 那个状态 完全不一样 明白 信靠神的话 你心中会有平安 会有喜乐 会有信心 会有力量 相信神 必帮助你 你带着是一个信靠的心 一个平安的心 蒙福的心 去做这一切的 那不信靠神的人 他会有忧虑 会压力 会有重担 是不是 到一个地步 晚上睡觉 就学不到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在这里教导的 其实是 不单纯不要忧虑 而且是教导的是 我们如何信靠神 如何解决忧虑 如何抵挡忧虑 如何信靠天父 阿们 二十九节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吉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的 这个花多么重要 耶稣所说的话 非常深火花 发现了一样 不是那种宗教式的语言 那种哲学家的语言 那种神涛涛的 波诺地的语言 让你听来听去 听着都是很神叨叨的 不是的 耶稣的话语是非常神火化的 非常墨地的 基地气的 他观察大自然 在百科花当中 是不是都能看到神啊 看到神的爱啊 神的恭敏 神的祝福啊 三十节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以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 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啊 用这百科花 你看到没有 小草 都让你怎样 信靠神啊 教导我们不要做一个 小信的人啊 小信的人 必然是一个忧虑的人 必然是一个怀疑的人 待进去 那如果是一个大信的人呢 完全信靠神的人呢 那他就没有任何忧虑 阿们 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接下来耶稣总结 他说 所以不要忧虑 说吃什么 喝什么 看什么 这都是外观人所求的 因为使用了这些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阿里路亚 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要跟你说 耶稣的总结太好了 接下来他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被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都难除 一天当就够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天父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今天我们有他的国 和他的义 就是熟灵的陈天上 他的生命 他的权柄 他的国 这些是最重要的 有的这些的话 其他的都是怎样 被嫁给你的 明白了 所以现在你要放轻松 每一个神的儿女人 要放轻松 要放心 放心 放轻松 不要忧虑 所以透过 耶稣这教导的这一段 我们要清楚的看到 耶稣应用飞鸟 就是应用百合花 应用小草 以敌敌的草 这些非常生活化 大自然当中 这些生活化的比喻 告诉我们一件事 连这些神所创造的植物界 动物界 这些小草小花 这些飞鸟 神都看顾 神都保护 何况是我们这些 照着神的心向和仰视 创造的人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做一个小心的人 忧虑的人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 不要再做一个忧虑的人 不要接受忧虑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选择 只接受神的话 阿们 只接受神对我们的爱 只相信神对我们的保护 对我们的祝福 对我们的供应 神给我们的生命 神给我们的权柄 神给我们的一切美好 相信在树林前面上 神给我们一切的福气 帮你这样的思想 第二次面 我们人被构造非常奇妙 无论是我们的内心 还是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系统 被构造 他的唯一目的 唯一标准是 只思想神的话 当我们的心只想神的话 我们的头脑被训练 只想神的话 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得到满足 我们的大脑的每一个细胞 神经系统都会被祝福啊 好嘞 好不好 所以要明白 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脑 其实就是为神的话语 而预备 而设计 而创造的 只有详神的话 思想神的话 承认神的话 宣告神的话 说神的话 咦 我们的心也会得祝福 我们的头脑也会被祝福 那么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神经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可以有个骨头 都会被祝福 相反 如果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脑 接受的是谎言的 接受的是错误的信息 负面的思想 应验和信息 定罪和瑕疵的信息 你会发现心态都会被扭曲 思想也会被瑕疵 神经心动都出现问题 睡眠都出现问题 那么身体的健康也出现问题 为什么 因为人的心和人的头脑 不是为这些错误的信息 而设计而创造的 所以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脑 只有在神的话 在真理里面 神的道理里面 才运作完美 睡眠也是这样 哈利路亚 要把一切的优励都歇下 亲爱的利用姐妹 从今天晚上开始 到夏天一个决心 奉耶稣的名 要祝福自己 好不好 奉耶稣的名 我要祝福我的头脑 祝福我的心 祝福我们晚上的睡眠 因为我的心 我的头脑 与我们晚上的睡眠 都是这些相关 所以我接受的是 忧虑的信息的话 我的心 我的头脑 想这些的话 我晚上睡眠都睡不了 但是我不再接受这些信息 奉主耶稣的名 我第一个不接受他 我只接受神的信息 阿们 爱的信息 生命的信息 恩典真理的信息 基督新造的信息 两年的信息 不忧虑 是我喜乐的信息 是不是 当我心里面想这些 我头脑里想这些 从神来的好信息 我的睡眠都会被祝福的 我的心里被祝福 头脑也被祝福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会被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 上面是我们 解决了什么 解决了忧虑的事 看到了十年 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忧虑 是定罪 是仇虑的皇爷的瑕疵 仇虑的攻击和瑕疵 这是根本的原因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明白 我们对基督徒来说 这就是一个选择了 你完全可以轻松 做出一个决定 奉一苏的名 我不再接受这些东西了 阿们 这些让我忧虑的 让我失眠的东西 我不接受了 我从今天开始 只接受从身而来的美好 阿们 好 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 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关系到 如何使我们的失眠 甚至晚上睡眠 做噩梦 这些得到治愈的 得到恢复的 这个是真正的 是安眠药了 前面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 就像这个 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 妄文问题 先检查一下 先这个医疗 这个气息来检查一下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接下来的呀 就开除药方了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啊 接下来就开除药方了 这是属里的 从谁而来的 从谁的话而来的 属里的安眠药 要真正解决问题 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需要的是这些药方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经文 诗篇的第三天第五节 把这些经文啊 记下来 特别有十年的 晚上睡眠 做噩梦的比方姐妹 从今天晚上 用开始 用这些来祝福你的事 阿们 诗篇第三天第五节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护我 你要开始这样的祝福自己 阿们 你必须要知道 保罗 大卫 面临的是 他儿子 亚沙文的追杀 大卫经历多少的坎坷 多少的艰难困困 如果他是一个容易 接受忧虑和负面的人 他早就死了 是不是 这因为他不接受 任何忧虑 担心和惧疤 你会发现 他坚定的幸福 所以他在任何环境当中 都能得胜 包括晚上睡眠 都是得胜的 那在这里你要看到一件事 诗篇第三天第五节 包括阿卫说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阿们 可不可以 从今天晚上开始 你也这样祝福你的睡眠呢 不要再说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我是睡眠的 为什么睡不着 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把这些话给过来 感谢神 神保护我 感谢神 我睡觉 我醒着 神都保护我 我的睡眠是被祝福的 我的睡眠是被神保护的 我晚上必是美好的睡眠 要这样说话 祝福你自己 阿们 好不好 十篇第四篇 看第四篇 第四篇第八节 第四篇第八节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 使我 安然居住 哎 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大卫都在为他的睡眠祝福啊 他这是非常有信心的祷告 为他的睡眠来祷告 如果他不为他的睡眠祷告 如果他不为他的睡眠祷告 他哪里睡得着 我认为 在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没有哪一个人 这么多的悲惨 你想要神保护你吗 你想要神使你安然入睡吗 安然居住吗 那你得说出这样的话 你的这样的信心的话语 信心的祷告 这样的话语 这样的祷告说出来 神才能成就的 你都不说神怎么成就 你不再不说 你现在说我睡不到 我失眠 我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晚上睡醒了 你说这句话 神怎么帮助你 神怎么保护你 神怎么使你安然居住 想过没有 今天晚上完全犯罪 阿们 所以这是你看到 大卫他的 为自己睡眠的 祷告和祝福 今天晚上开始 你也可以这样的来 祝福你的睡眠 奉你耶稣的名 我晚上必安然睡觉 我的睡觉是被保护的 神与我同在 神与我安然居住 你看到没有 我因为独有你一个火 还使我安然居住 阿们 阿们 用这句话来 祝福你的睡眠 接下来来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二节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二节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 安然入睡 好 各位的弟兄姐妹 不要再甘心你睡不好 状态差 不要想了那么多了 奉你耶稣的名 今天晚上开始 就是这样 祝福自己 我是天父所亲爱的 不要认为天父不爱你 老是要搞你的问题 搞你的罪 哪个放大镜 一天到晚盯着你 看你哪里犯罪 看你哪里罪没有人钱 一天到晚这样 告你 这些都是魔鬼谎言 都是魔鬼来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不一定罪了 神今天根本不是看你的 可以了 弟兄姐妹 神今天看的是什么 神今天看的是 你是他所爱的 你是他所宝贵的 你是他的生命 你是他的临所生的 你是新造的人 你是有耶稣保险 耶稣公益的人 你是他的儿女 神看的是什么 神看的是你的里面的生命 你里面的信心 看你的费量 耶稣都不看你的罪 耶稣看了贪神的时候 耶稣并没有看到贪神的罪 耶稣并没有说 贪神你犯了多少罪 为什么贪呢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犯罪了 所以你才看的 耶稣说这话 没有 耶稣看的不是他的罪 不是他的病 不是他的问题 耶稣看的是他的信心 所以这个才是神的眼光 神的眼光看的是你的信心 看看是你 你怎样 你相不相信 今天你相信不相信 神爱你 相信不相信 神祝福你 相信不相信 神医治 相信不相信 神保护你 相信不相信 神神救你 相信不相信 神怎样 神宝贝一样 弟兄姐妹 透过耶稣 使命流行的救助答案 你应该是要相信了 阿伯 所以神的眼睛 神的看你 永远是看人 是看你里面的神 是看你的信心 看你是他所配的 而魔鬼呢 看一号相反 魔鬼的眼光 看他都是你的问题 魔鬼的心 魔鬼看见的 都是你的罪 你的病 你这是个罪人 你有罪你有病 都是问题 而他 魔鬼就是 其实你的问题 都是从魔鬼来的 他强加在你的身上 还把你变成这样的人 所以他不但地看 说你是这样的人 看到没有 分辨过来 奉耶稣的名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快安人睡觉 你要开始祝福自己 你要开始说 我是天父所爱的 我是主耶稣所爱的 阿们 我认他所亲爱的 是宝贝的 我晚上的四年 是被祝福的 好吧 你的眼光开始调整 用神的眼光 看你自己 神怎么看你 你就怎么看你 看自己 是不是 神怎么说你 怎么祝福你 你就怎么说自己 祝福自己 这样 你晚上才能睡得好 不忍了 你天天气受 蒙蔽的眼光 听着说 不会 跟你说什么 你能睡得好吗 哇 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 你在睡觉之前 你就要来思想这些 神爱你的话语 默想今天晚上 我奉你一苏的名 跟你分享的这些话语 阿们 这些话语会成为你的祝福 会治愈你的睡眠 不管睡眠上这样治愈 身体健康上也会这样回复 阿们 真言书 真言书三章二十四节 真言书三章二十四节 你躺下 必不睡 惧怕 你躺过 睡的香甜 看到没有 你要相信 你是神所爱的 那么你躺下 你不用再忧虑 不用再担心 我惧怕了 你躺下 你睡得很香很香 心中有神 心中有神的爱 心中有神的极乐和平安 心中有神的祝福 在任何时候 你都会开心的 平安的睡 奉出耶稣的名 你不会再担心 自己睡不好状态 奉出耶稣的名 你相信你有美好的睡眠 甜蜜的寄入梦想 甜蜜的寄入睡眠 第二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 你发现 你睡得是这么香 你是这么蒙福 你是这么轻松的入睡 睡得是这么香 这么的被祝福 哈利路亚 原来是我们的心中 需要有这些 宝贵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给我们的心中 带来平安 这样 我们在睡前 这样的祝福自己 弟兄姐妹 这样的祝福自己 这样的来祷告 这样的来相信 那么你晚上的睡眠 就会越来越好 好不好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你都能够安眠入睡了 你看耶稣 在船上 就是他睡眠 那风浪那么大 他竟然睡得那么香 睡着了 为什么耶稣在那 风浪那么大的 这个船上 湖上那么大的风 风浪那么大 他能睡着吗 因为耶稣心中有平安 因为耶稣就是平安的主 还有彼得 对不对 彼得在这个 冰丁的包围之下 晚上 这些冰丁挂着 把他放在肩脑里面 吸力网 把他挂起来的 用冰丁的重冰看着他 那为什么 他在这两个冰丁当中 睡得那么香 大哥没有 弟兄姐妹 因为他的心中有信靠啊 他不用忧虑的 是不是 就算是死 他也怎样 他也信靠的 雅各被杀 接下来是彼得 彼得知道 所以他不用忧虑 就是死 他一开车心心 回天家 是不是 有什么忧虑害怕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他睡在两个冰丁当中 他根本睡得那么香 因为他心中有信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 每个神的儿女 你要知道 如果你里面有神的道 又有神的话语 又有神的爱 又有神的喜乐片 又有神的祝福 心中有安息 晚上睡眠就祝福 心中有信靠 任何环境都睡得香 阿们 好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晚上开始 你就可以这样来祝福你自己 如果晚上有睡 如果晚上有睡 睡眠又做梦 好的梦你就接受 不好的梦 奉耶稣对你 投到海里去就行 说也不要说 想也不要想 阿们 好的梦感激神 自主 真的 对不对 所以你晚上睡眠之前 要这样为自己来祝福 我相信 亲爱的听众姐妹 今天晚上 当你迎来这些花园 这些是至日你 失眠 对不对 至日你晚上睡不着觉的 这些送尿的这些花园的信息 我相信会极大的祝福你 极大的祝福你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都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 奉耶稣的名 不接受睡眠 失眠 不接受忧虑 不接受噩梦 不接受一切让你担心的 惧怕的 定罪的 某个的法 奉耶稣的名 抵挡那一切 不接受他 从今天晚上开始 奉耶稣的名 只接受 相信 宣告 我必按人入睡 我晚上必有美好的睡眠 奉耶稣的名 我是神所爱的 我必按人入睡 神必保护我 神与我同在 阿们 我晚上睡眠是香甜的 是甜美的 是平安的 奉主耶稣的名 心中有他的话 有他的道 有他的平安 有他的信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来祝福你自己 好不好 在你睡眠之前来祝福自己 哇 当你睡眠之前 你这样祝福你自己 你的睡眠都会 极大的被祝福 是不是 你要先到 你要祝福自己 我躺下睡觉 我寻找 以后马都保佑我 阿们 神与我同在 他保护我 我必安然入睡 因为神与我同在 阿们 天父爸爸 我是他最爱的 我在他的怀抱里面 安然入睡 安然居住 是不是 或是他最爱的 我晚上必安然入睡 这些话语 反复地说 来想 来宣告 来承认 来为自己的睡眠 来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会 你就会得到安息 得到信号 得到信心 你的睡眠 就会被保护 就会被祝福 奉耶稣的名 承认 阿们 好不好 所有您生的家人 安一声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所有的弟兄姐妹 现在举行你的双手 举行你的双手 晚上睡眠 有需要被祝福的 包括甚至你身边的家人 如果有睡眠 需要祝福的 现在 我来为你祷告 为你祝福 并且 你以后 每一天 也可以这样 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祝福 还有 也可以这样 为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把这个道分享给他 也可以这样 为他们呢 来这样祷告 来祝福 来祷告 来祝福 所以神的道 神的话 会给你带来信心 会给你带来喜乐和平安 接下来 你所有的问题 都会消失 都会得到治愈和恢复 阿们 好不好 好 从耶稣的身边 提起你的手 提起你的手 天父 感谢你 我们这一群 都是你宝贵的孩子 是耶稣 保险 众家 买回来的 我们 春节是圣灵的圣殿 天父 我们晚上的睡眠 也都有你的话语 你的道 你的音许 来保护 当我们来相信你的话语 相信你的道 用你的话语来祷告 用你的话语来承认 来宣告 你就透过你的话语 来祝福我来 你就 因你的话语 来成就你的祝福 在我身上 奉耶稣的命 我要祝福所有神的儿女 我们晚上的圣灵 都会被祝福 都会被治愈 都会被神所保护 我们躺下睡觉 我们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们 每一个神的孩子 每一个宝贵的家庭 晚上的睡眠 必安然入睡 耶和华神 我们的天父 与我们同在 我们必安然居住 因为我们是 耶和华 我们的父神所爱的 奉主 耶稣的命 我们是神所亲爱的 神所宝贝的 我们晚上的睡眠 是高质量的 是甜美的 是平安的睡眠 是蒙福的睡眠 感谢天父 赐赎所有神的孩子们 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有信心 抵挡一切的十二年 一切各梦的嚼嚷 奉一苏的你 离开 奉一苏的你 神的话语 给我们有信心 有力量 抵挡这一切 奉一苏的圣灵 每一个神的儿女 神的话语 给我们有信心 有力量 使我们被祝福 被保护 无论是我们是 躺下 是睡倒 我们都是被祝福的 我们是睡得相平的 我们的心中 是有平安的 我们的心中 是有信口的 有信心的 在任何环境当中 我们都是有 美好的睡眠的 当我们的睡眠蒙福 睡眠得神 天父感谢你 那么我们的一切 都会蒙福 都会得神 谢谢天父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直显着相信 接受你对我们的爱 接受你对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的祝福 对我们的保护 对我们的同在 对我们一切化有的音许 这些父神 祝福所有的孩子们 让我们如此的蒙福得神 祝福我们的身体 从头到脚 从里到脚 都因着我们 相信你的道 相信你的话语 得到医治 得到治愈 得到恢复 得到健康 当我们相信你的话语 我们的心就得平安 就得释放了 我们的心就得到喜乐 得到信心 得到力量了 那么我们的灵魂先生 生日就健壮 凡事都信神 谢谢天父 祝福所有的孩子们 荣耀感恩都归给你 谢谢你的恩惠平安 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晚上有美好的睡眠 白天 有美好的生活 使我们每一天 经历你的同在 享受你同在的美好 奉耶稣的圣灵祷告 hello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